韩国女演员聚会善,今年8月主动爆出老公安仔贤决议离婚 9月9日,安仔贤向法院提交离婚诉讼申请书 但结婚3年的聚会善就拒绝离婚 更表示在老公的电脑里发现了她和同拍一部剧的女演员 身穿浴袍在酒店房内吃夜宵的照片 早前更扬言会向法院提交证明老公有外遇的酒店照片作证 11月11日,聚会善在个人社交网站中上传了一张某人身处酒店内身穿浴袍的照片 并留言指照片原本是发表新曲是否只能死去时公开的封套 而聚会善还称照片不是原图,是为了制作成唱片封套经过编辑的照片 但随后聚会善将该铁文和照片删除 另外,安仔贤其实已经否认过有外遇 并表示结婚之后没有和其他的女人去过酒店 根本没有聚会善所指的出轨照片 而所谓的酒店照片只是旧爱的照片而已 11月11日,聚会善在删除了浴袍照片之后 又上传了个人新照并配上长文 他写道,真的很奇怪 即使他对婚姻不忠 也知道他疑似有外遇,还醉酒后使用暴力 但大家还是认为我把他弄疯 我只想在社交网说出他一直背着我 与公司长时间准备离婚仪式 令我深感背叛 但在一起的三年里 并不是只有彼此厌恶 很长时间也是彼此喜欢过的幸福 事到如今真的令人难以接受 离婚诉讼在进行中 而且虚实很长 原本我憎恨他 希望把他毁掉 现在已差不多消气 他不会再出现在这里 因为我已不再爱他 不少网友见到聚会上的帖子后 也纷纷好奇两人离婚一事 是不是就此大结局了呢 因为聚会上不停在网上爆料 搞得大家有点烦 认为女神应该放过自己 不要再继续纠结下去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